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是常规模式的话可以不用管这些属性 不会受影响 AAA2几人助长人数的话呢是237-23 然后这个征服者呢也是一样的237-23 两把武器呢都是属于挑战强化武器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把武器呢开枪都是会射出8颗弹丸 准心的出色弹小呢两者都是一样 两把武器的射程方面按照新年广场这个距离为例子 都是在这个门这个位置呢才能打到对面墙 这个位置打中对面敌人的话呢要么扣0血要么扣1血 枪身传播距离的话这武者呢是45米 前天猪呢是54米 两把武器打人的话也均没有这个粘质效果 最后再来看一下两把武器的第三连撑的一个换弹动作 此外今天猪的射击音效的话呢相比增幅子 我是觉得是更不刺耳的 听起来的话更舒服一点了 好以上就是这两把武器的一个常规模式中的对比 那我们就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